好 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讲圣经啊 上次我们讲的要讲十七了啊 这个十七是for my part I'm going to bring a flood of waters on the earth to destroy from under heaven all flesh in which is the breath of life everything that is on earth shall die 那么这个十七 我们看看十七它的注解到哪里啊 六到十七又是后面了 它这个是跳来跳去的 十七啊 十七跟十八 两个 那么我们十七和十八一起讲 十七 十八 But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you shall come into the ark you your sons your wife and your sons wives with you 那么这个 这个呢 我们翻译一下 for my part 同学们 这个for my part 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现在要做什么 因为上帝叫那个Noah 要造一条方舟 造一条船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么我干什么呢 for my part I'm going to bring a flood of waters on the earth 说我要带来那个大水啊 to destroy from under heaven 就是说要毁灭 毁灭在天下的 在天下面的 all flesh 所有的那个森林啊 all flesh in which the breath of life is in which 那么同学们 这个 这个是定义从去修设这个flesh的 这个flesh里面有什么 有生命的呼吸啊 那么这活物啊 活的肉肉啊 活的肉肉 它要毁灭活的肉肉啊 那么everything that is on earth 这小达啊 看得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要使啊 然后呢 但是啊 but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with you 我呢 要跟你啊 要签订一个条约啊 covenant covenant就是agreement agreement contract 协议啊 我要跟你啊 签一个协议 and you shall come to the 那么你呢 要去那个挪亚方舟啊 那你要进到那个挪亚方舟里面去 you and your son 你的妻子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你的妻子 还有你的儿子的那个妻子 他一家人 等于说啊 他一个大家庭 一个家族 等于说 都到那个挪亚方舟去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17 18 19的注甲 啊 17 18 covenant 啊 他让我们看那个 covenant 看那个9.8到17的那个注甲啊 那么我们不去看了 那个covenant 19 18啊 18就是那个 那么17没有注甲啊 那么对吧 那么后面就19到20的注甲啊 那么好我们回过去 这个没有注甲啊 火锅头去看17和18 我们看他翻译啊 17日18在这儿 看啊 我要死 他说这里是看了 翻译成看了 这也实际上不是说for my part啊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血气的活物 无意不实啊 我却要 我 但是啊 但是我要与你立约等于说啊 我却要啊 但是我也 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做静的方舟啊 做静的方舟啊 那么我们来看后面 继续看 不然 好那么19 19和20我们一起看啊 19和20一直到这里 注解诗19和20连着一起 对吧 and of everything sorry and of every living thing of all flesh you shall bring two of every kind into the ark to keep them alive with you they shall be male and female 这一句啊 and of every living thing啊 of all flesh啊 you shall bring two of every kind into the to keep them alive with you they shall be male and female 等于说啊 所有的生物啊 所有的生灵啊 你呢 你呢要 要带两个那个活的呢 到那个船上去啊 你要带两个 every kind的每一种啊 每一种活物啊 你都要带两个呢 到那个挪亚方舟上面啊 然后呢让他们跟你一起的活活着 等于说 然后呢他们呢 就说一个 这个两个呢 是一个一公一亩等于说 那么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啊 啊 要带一公一亩啊 那么等于繁殖啊 就是带少量的啊 尽量的少啊 其他的都完蛋啊 就就这回事啊 啊 那么 of the bird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of the animal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of every creeping things of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two of every kind shall come in to you to keep them 啊 那么这个这个呢 它包括这个所有的 这是所有的living thing啊 然后呢 包括鸟类啊 动物啊 那个那个那种爬虫啊 所有的东西要带一公一亩到他的船上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我们看看十九二十的注解 十九到二十 呃 这里就这个混乱了 这个注解混乱了 十九到二十 那 这个十九到二十是在这儿对不对啊 啊 这个十九到二十是这个注解啊 C什么什么 好 那么后面啊 同学们 后面怎么又有五了出来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呃,C 嗯什么七点一到 然后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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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七点一到五了啊 啊 那么后面就是七,第,Genestus seven啊 啊 那么十九到二要来 让我们他物让我们看这个七点二到什么啊 啊啊 那那么通过 这里第六章后面就没有读解了 那么我们要到第七章才有读解 那稍等一下 我们看看马上就要到第七章 好那么我们第六章 我们就把还有一句把它讲 那么二十一 Also take with you every kind of food that is eaten and store it up and eat yourself and food for you and for them Noah did this He did all that God commanded him 那么好 还要带什么 带食物 每一种食物 每一种可以吃的食物都要带 然后把它存起来 然后这个食物会维持你们和动物 动物都要吃 所以它每一种生物和每一种植物 每一种食物都要带 都要带到船上 怪不得那个船那么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呢 就做了按照上帝的命令 给他的命令 做了所有的这一切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 十八十九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十九 十九一直到结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过从其内 畜生过从其内 地上的空虫过从其内 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 保全好生命 你要拿各种食物 继续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努亚就这么行 凡神所丰富的 他都照样做了 那么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 第六章呢 结束了 那么我们来看第七章了 第七章了 第七章 有 看看 我们先看注假 第七章是七到一点五 然后是二到三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注假 就是说这个七 第七章的第一章到第五章 This is non-priest text parallel priest text in the 6.10 and continue the tradition scene 那么这个呢 又是non-priest text 这个又是非教会的文本 同学们 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圣经 他这个是很混乱的 一会是priest account 一会是non-priest account 他里面就交叉的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非教会的一个文本 那个经文 然后呢 他说跟什么平行的 跟那个 P就是应该是priest的 跟那个 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二 是平行的 那么从同学们 这个 and continue the tradition scene 然后呢 是延续了那个 那个tradition 延续了那个传统 那个描述的传统 是六到五到八 那那么 那么同学 那么好 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 我们不展开了 这个就是说 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又是一个non-priest account 那么我们来看 回过头去看 我们先看第一句 第七集的第一句 在这 Then the Lord said to Noah Go into the ark You and all your household For I have seen that you alone are righteous before me in this generation 那么他说 你呢 你和你的 所有的家 家人啊 以及所有的 household的 包括那个动物 应该说 household的一个家人 或者怎么样 家里面的 家里面household的 所有的你的 oh yeah household的 household的 对不起吗 household household的 就是家里面 所有的东西 应该是 我们看看 我这个词 我也没查过 这种词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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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who dwell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combined family houser social unit 就是家人 家人 household就是家人 明白吗 household就是家人的意思 不包括那个东西的 这是人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dwelling 你的所有的家人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一句的翻译 这一句七到一的翻译 那么我们要到七了 对不对 以后 我都要说 你以后你的全家 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一人 啊 那么 就是你 因为你是一人 所以呢 我要救你了 等于说啊 好 那么 那么后面呢 是二到三 那么我们来看二到三 二到三 take with you seven pairs of all clean animals 那么 take with you seven pairs of all clean animals the male and its mate and a pair of the animals that are not clean the male and its male and the male and its mate and the seven pairs of birds of the air also male and a female to keep their kind alive alive sorry alive on the face to keep their kind alive 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take with you seven pairs 他这里啊 又来描述了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 他是所有的种类 哪一对 他现在是拿七对啊 take with you 七对啊 of all clean animals 干净的那个动物啊 什么叫干净的动物啊 这个我们要要要 再等会再看 干净的 然后呢 是公的和母的 他的配偶 a pair of animals that are not clean 然后呢 是还有一对啊 是不干净的那个动物啊 没有很多 那么这里有clean的 跟不clean的一个区别 然后呢 七对啊 七对的那个鸟 公母的 然后呢 keep their kind alive 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keep their kind alive keep their kind alive 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那么让他们活着 让他们在地球上 地面上面活着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 二到三的注解 我们说二到三有注解的 对不对 二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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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个注解 the provision of the provision of extra clean animals allows for the sacrifice sacrifice that will occur in 8.20 if only one pair of each animal were taken every sacrifice would eliminate a species in contrast in contrast the priestly tradition presumes that both sacrifice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lean and unclean animals were not introduced until the revelation at senai therefore only one pair of each species sacrifice 那么这里 这个注解 就描写 描写 叫为什么 就是说他 这里要 要要 七对 明白吗 要要要 另外的 要七对 然后呢 因为 你要带七对 就是说 你要额外的 那个 干净的 animal 然后呢 就是说 要 要 要 干什么 要 后面 要祭祀用的 等于说 在第八章的 二色节里面 有祭祀的 sacrifice 等于说 是要 进神的时候 要 要 进神的时候 要杀的 把那个 那个 clean animal 要把他杀了 杀了 祭神的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如果只有一对 去带去的话呢 那么你每祭祭之神啊 等于说 有一个物种啊 就就消灭了 没了 对不对 他一共带来一对的话 对不对 每一个物种 每一个物种啊 带一对的话 那么你祭祀 后来去 这个物种就灭绝了 所以呢 他这里呢 要要要额外的 要要七对啊 然后呢 他说 跟这个作为对比的呢 就是说 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 教会的 那个传统啊 他那个 那个描述里面 就不需要 就只带一对 对不对 我们记得 然后呢 他那个呢 就是认为啊 假定啊 他那个人预先 presum 就是他就是这么 为什么他这么带这么一对 他就认为啊 他就是presum 就是说 这个presum 我们不翻了 不翻译了 我也很难翻 大家明白 这个英文字啊 presum 他们的预先就认定啊 就是认定啊 那他不是 sacrosis and the sacrosis and the clean animal were not increder 就是说 这个 呃 祭祀啊 等于说 把那个动物杀了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challation啊 啊 呃 然后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 跟干净和不干净的 动物的区别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现在呢 还没有引进啊 boss sacrosis were not increder 没有引进啊 等于说 在这个时候啊 他还没有祭祀 这个 就这件事情了 一直要到什么 一直要到 这个 revelation 在Sinai 在Sinai 那个地方呢 上帝呢 要要要要 要有revelation revelation 上帝就是 要要给他们 又要什么教 教会 要要有什么 什么教会 那个地方呢 那个时候呢 呃 才开始 那么那个时候呢 那个 那个已经过了 洪水以后了 洪水以后呢 就是说 那个那个地上呢 又长了 他们又繁殖了 那个新的那个物种 就继续繁殖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 一对呢 每一个物种 一对呢 就做够了 那么这个 注解是这个 意思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 说明这个 说明这个 就是说 每一种描述不一样的 一个呢 要考虑要祭祀 等于说他们洪水以后呢 要祭祀 或者说甚至他们在 挪亚方舟上面 他就没有举行祭祀了 说不定啊 我是在猜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得带 带充分啊 对不对 光带一对是不够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 那个那个神父的那个 神学的那个叫什么 教会的那个 那个解释呢 他说 现在还没有这个事情了 什么祭祀啊 还还那个 那个Clean Unclean Animal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他说一直要到很后面了 等于说 在Sinai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Revelation 那个地方才出现 这个事情 所以呢 一对呢 做够了 那么这两种 好 那么这里呢 是叫了一个 Clean and Unclean Animals 那么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 暂时不去 不去搞他了 那么同学们 在这记一下 我们这里啊 圣经里面有 Clean Animal 跟Unclean Animal的区分的 就是干净的 和不干净的 那个动物 那么 什么叫做干净的动物 什么又叫做 不干净的动物 那么在 LAV 第11集里面 应该有的 CLAV11 这个呢 那个地方呢 应该有 有解释的 那么 那么我们到了 那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Unclean 跟Clean Animal 在这里呢 我们呢 暂时呢 把这个问题啊 搁置一下 好不好 因为查来查去 浪费时间 好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啊 那么一直要到五了 对不对 稍等一下 这个注解啊 其二到三 一直要到五了 后面六 六才开始 对不对 那个六才开始 那么那么一直到五 那么一直到五 我就是到到这里 结束啊 那么 那么我们看啊 稍等一下啊 sorry 这个东西 它是点击啊 好 那么应该在说 一对啊 他那个不干净的只要带一对 那么大概做即使的就是把那个不干净的一对 然后是以以为 I will send rain on the earth for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made will I will blot out from the face of the ground. And Noah did all that the Lord had condemned. So why did he take the seven days? Why did he take so many things? He said that in the seven days, I will take the earth to the earth. I will let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to the earth to the earth to the earth. The earth to the earth to the earth to the earth.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will blot out. I will break all of this. He created all the things that I have made. The earth to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to the earth. And the Lord will destroy. And the Lord will destroy it. And the Lord will destroy it. Now this is to the fifth. Let's see the verse. 凡激进的出生 凡激进的出来 你要带七公七母 不激进的出生 你要带一公一母 那么为什么要激进的 要带一公 那么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目前 我们就暂时搁置一下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说空中的飞鸟 也要带七公七母 可以留种 活在全地上 可以留种 看到没有 或者 因为再过七天 我要降雨在地上 四十周月 把我所创造的混货 从地球上除灭 亚罗亚就按照 就尊着耶和华 所丰富的行了 那么 那么可以留种 他真的说 他说是可以留种 我们看一下 and some 没有 to keep the kind alive 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of all the earth on the face 就是留种 这个就是留种 可以让他们活着 那就留种 这可以 to keep their kind alive alive to keep their kind aliv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到七 到五 对不对 那么六 那么我们看一下六 稍等一下 这个东西 他点来点去就不对了 到七 七到六 六我们点一下 六 这个又大写了 我买过 六点五 六 稍等一下 现在就回到第六章了 稍等一下 这个东西麻烦 这个 那七点一到七点五 就比较 这里来了 当时二到三 六 这里 六 这里六 要到十六了 六 六到十六 那么我们要 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了 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了 那么好 我们呢 那么我们再 这么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六到十六 他在讲什么 六到十六 Noah his family and the animals entered the ark twice an animals reflecting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two original distant flound accounts whereas the non-priest account has the flood caused by non-priest caused by forty days of rain the priest attributes the flood to God's opening opening of the protective dome created created on the second day that's allowing the upper and lower oceans to meet 然后是七到十一 好 七到十一 稍等一下 好 那么这里 这里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六到十六的主角 这个Noah 他的那个家人和动物 他们有两次 这个描述有两次 七到九跟十三到十六 他进那个挪亚方式 有两次进去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两个描述 他们之间的交叉的 就说 就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对洪水的描述 有不一样的 然后现在呢 交叉在一起了 就这个意思 他们为什么要两次 而且呢 他们带着动物上去的种类 这个带着动物多少 也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说 where is the non-priest account 还是 the front of cause 然后呢 他说 我们现在刚才讲到的 这个非教会的 那个描述 他这个描述 这个洪水 是由四十天的 四十周夜的 不停的下雨 造成了洪水 然后呢 那个教会的描述 把这个洪水归咎于 上帝的 把天顶打开 把天顶打开 然后呢 使得上下的 上面和下面的 欧行 上面的海 和下面的海 相遇 明白吧 那么就是说 上面的海 那是 allowing the upper and lower oceans reversing P is a Christian 那么就是 就是说 上面的天 和下面的天 把他 把他们相遇 然后呢 就是反过来 就是前面我们 知道的 上帝创造的时候 把上面的海 和下面的海 用那个天空 他上帝造了一个天空 对不对 然后把他们分开了 那现在呢 他他反过来 把他们又和 又又又又 把那个 拿掉了 这个意思 等拿掉了以后 那么上面的海 和下面的海 又又又 又又在一起了 那么又是一片红了 又是这个又是水了 就回到创世纪以前的状态了 好 那么这个呢 他说在七点十一 七到十一里面描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七到十一 七到十一 那方的 按照Windows 和下面 were opened 那那Windows 和下面 那那七到十一就讲 后面就讲了 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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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等于说是两种 等于说 这两种描述 他把它混合起来的 那么 稍等一下 又在后面 六到十六 那是 align the reversing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六到十六的主角 我们讲了 就是说 这两种 混合 混合起来的 好 那么 六到十六 那么我们先看 这一段 六 这个一段 那我们这个可以一段段来 因为他们后面没有主角 都一样的 Noah was 600 Noah was 600 years old when the flood of waters came on the earth and Noah and Noah with his sons and his wife and his son's son's wives went into the ark to escape the waters of the flood of clean animals and to escape the waters of clean animals and of animals that are not clean and of birds and of everything that creep on the ground two and two male and female went into the ark with Noah as God had commanded Noah and after seven days and clean animals and unclean animals and birds and everything and peo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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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是一堆一堆的 突然就是没有一堆一堆的 熊的和吃的一堆 然后也进了那个房子 就向上帝命令他们 然后过了七天 那个洪水就来到 The water of the flood 开忙的洪水就来了 那么好 我们是这个是六到十 那么我们看看翻译 我们看看翻译六到十 在这里 当洪水翻乱在地上的时候 挪亚整六百岁 挪亚就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 都进入房子躲避洪水 寂静的出来和不寂静的出来 飞鸟并地上一起的昆虫 都是一堆一堆的 都是一堆一堆的 有公有母 到挪亚那里进入房子 正如神所丰富挪亚的 过了那七天 洪水翻乱在地上 那么他说 那个动物是自己来的 Went into the ark with Noah 那他们就是Went 他们也一起去了 一起进入那个 Went into the ark with Noah 一起进了这个 一起进了挪亚方舟 就是动物一堆一堆的 两个两个的 那么这里面的描述大家也就看出来了 有比较混乱的 为什么他说interwined 就是你看看前面是 前面是seven pairs 这里是seven pairs 对不对 of all animals 那下一段又是推完的推完 没有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 这个就叫interwined 一会是这样的一种描述 一会又是另外一种描述 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的这个 这个这个原来的版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因为它有不同的描述嘛 那么我们现在翻译圣经嘛 那么只能是按照原文来 对不对 然后学者你这东西不能篡改的 原来的那个original text 一般的话呢就是没有 除非是非常 一定要修改的 你删掉的你可以把它删掉 但一般的话呢你是不能删的 这种东西 那圣经上面怎么说 那我们只能分析 它什么原因啊 能够造成它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那么实际上呢 它的来源呢 它实际上圣经啊 最最基本的就是说 它有两种的叙述 两大类实际上面 那你后面还有一小类来里面 对不对 一类呢就是从这个教会 神职人员叫Priestly account 从神职人员教会 这边来的一个描述 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Yawistik 那个Yawistik呢 我估计是那个神 民间的 或者是非基督教的 非基督教的 或者是犹太教的 那个地方的那个account 那么这两种account呢 很显然呢是不一样的 那么后面呢 它呢就就两种呢 就交错在一起了 那么基本上呢 就这个我们念到现在呢 就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那么好 那么现在呢 他们到了船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讲到10 对不对 那么后面呢 要讲11 今天这一刻讲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